5月5日晚上,张亮颖的《真香巡回》演唱会,在北京拉开序幕,张亮颖演唱会此次开场,可以说相当之不一般。 有意思的是,开场张亮颖躺在《水晶馆》里演唱了顺流而下,开场氛围有些阴暗,漆黑灯光中,突然有灯光打向舞台中央,结果只见舞台中间,树立着不少水晶棺材,演唱会现场跟墓地现场几乎一样,氛围相当诡异。 在一大片水晶棺材中,张亮颖从其中一个棺材中缓缓现身,看到这样的开场,再联想到张亮颖近期的新闻,总感觉张亮颖此次似乎想要再表达些什么。 前段时间关于张亮颖最大的新闻,莫过于有传闻张亮颖和冯科已经离婚,而且张亮颖财产被冯科剥夺,甚至因为音乐人文雅朋友圈的一则文字,因发出张亮颖大半年都在住酒店,面临无家可归的处境。 随后上文杰微博的一则朋友圈大妈想红想疯了,彻底嫌弃文雅和上文杰。 关于张亮颖的骂战,两人彻底开思,引爆张亮颖离婚事件,当然到现在为止,张亮颖都没有出来正面回应过是否离婚等相关问题,但媒体和很多网友对此都持消极态度,认为张亮颖和冯科两人已经走到尽头。 在昨晚的演唱会上,张亮颖更是难得在台上吐露心声,表示自己2008年到2009年,自己耳朵患有间接性耳聋,还表示妈妈说她没有公主命,一直以来只是丫鬟命,说到伤心处,还不自禁地流下眼泪。 此次演唱会,全程没有冯科,冯科没有参与任何环节,但曾在3月26日时,冯科还曾为张亮颖演唱会做过预热和宣传。 可以说离婚消息,彻底斩断了张亮颖和冯科本该有的过往。 此次没有冯科参与的演唱会,开场以水晶棺材做铺垫,可以说从某种层面上解释为宣告两人彻底。 感谢观看